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利用香港的资源在香港推动多些香港尤其是青人了解国家的历史 了解国家的发展的情况 我们会透过不同的活动借助这些活动推动国情的交易和历史的形式 今天这个国家发展之多小广座是我们的第一广座 我们很荣幸能够请到黄玉珊教师作为主广者 黄教授是香港公开大学的校长 他是在加拿大墨基尔大学取得植物生化学博士学位 黄教授在过往的一短时间先后在香港不同的大学从事教育行政和移赛工作 他亦都是英国生物学学会和香港科学会的院士 黄校长除了智力参与基础教育的政策制定和本地高等教育制度发展和工作之外 他亦都是非常深公益 他是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的主席 亦都是港区人大代表 好 恭喜社会良多 他在2001年获委人为太平身史 在2004年获得特区政典的同志经升章 黄教授今天主讲的内容就是中国流言科技南华堡 以下的时间交给黄教授 黄教授 很感谢李明慧先生 我非常愉快能够来临近教授中心和各位老师跟我交流 我也听闻在范太和李明慧先生和很多朋友的推动之下成立了这个中心 这个中心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组织 希望能够推动香港的老师和同学 进一步认识国家的情形和历史 这个非常远大 亦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我今天能够来这里和大家交流 是觉得很永恒 特别我们今天 我也很紧张 因为有两位我很尊敬的香港社会领袖 也是政治家在座 我突然想起 我们现在内地很流行说一带一路 我们今天就有一哥和一者 香港第一哥和第一者都在一起 所以是很难得的 我还没说之前 本来的题目是能源、科技和环保 我觉得太大了 我打算集中说中国环保的事 和可持续发展 至于科技和能源 以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讲 首先讲几点 第一点就是大家要忍耐一点 因为我这个演讲 以前是和同学讲的 如果有些讲的浅白一点 大家要忍耐一点 第二点就是这个内容 那些power point 全部都是我自己做的 我想法太太知道 学校有没有人帮我做这些事情 所以也做了稍微一些时间 可能有些东西没有更新 大家也要忍耐一点 最后就是 我除了讲这个环保 中国环保之外 我也会牵扯讲环保的整体 因为这个环保是没有各界的 你也要认识世界其他地方 整个世界的环保发展是怎样的 更加有材料的调解 最重要的是 我希望一会我讲完之后 更重要是和我们老师交流 即是我们大家交流一下 将来我们要和同学 讲中国环保发展 中国可持续发展 我们应该怎么讲更加有限 我也想大家交流一下 探讨一些意见 在将来你们和同学讲的时候 能够更加有采取有效的方法 能够使同学对这个问题 更加有兴趣 和更加有生命的形跡 主要我觉得 前一阶段 前一半三四平 我会讲讲人类和环境污染 这个问题 然后后半段 我会重点四分三的时间 讲中国环保的开放 人类和环境的关系 其实本来整个世界 主要是动物植物 和大自然 人类以前没有那么发达 没有那么多工业 农业 甚至现在新的行业 发达之后 人类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和现在很不同 所以人类和环境的关系 其实是互相制约 和互相依存 统一体 如果能够产生统一体 就会产生平衡 因此 人类的生存 其实是有赖整个生态 统一体的平衡 和健全发展 才能够平衡 换言之 其实现在 由于种种原因 我将会说 其实这个平衡 逐渐受到挑战 甚至产生很严重的问题 因此我们现在要去注意 这个环境的生态的平衡 其实我们当时 人类所面临的环境的难题 主要是四大方面 一个是环境的污染 一个是生态的不平衡 一个是能量危机 一个是全球化的问题 第一个方面最严重 就是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很新的 人类历史 可以记载 有几千年 四五千年 但是环境污染 其实严格来说 七八十年 是在这八十九十年代 才开始环境污染的严重 而主要会体现四个方面 其实四个方面 一样就是空气的污染 或者大气的污染 一样是水质的污染 水质的恶法 第三就是由于固体废物 可能工月废物 生态废物 第四就是噪音 这四个方面 构成环境污染这个问题 大家看到这些 空气的污染 这些就是固体废物 对填区 这个就是 我们以前没有电脑 现在的屏幕弱些 可能是好些 当时的废物是很严峻的 第二就是生态的破坏 就是生态 所谓Ecosystem 这个应该是平衡的 但是现在由于工业发展 等的发展 是破坏了平衡 特别由于人类的发展 经济发展 森林是要减减的 每年是减减250 万亩的森林 水土流失更加厉害 以及不断的三国化 这些都是全球性的 但是现在有改进的方法 的积极 现在不同的国家 包括中国在内 就是所谓退坑环林 保护水土 所以这里是得到适当的控制 我待会会说 第三是资源和能源的危机 就是耕地的资源危机 其实现在内地也严峻了 所以有时我们的 弘太是我们的常委 人大都很重视 如何保障整个国家 但耕地的红线 不能够减少 就是保障耕地 以前我们有很多耕地 拿来建屋 现在都有限制 所以耕地的危机 全球化 全球性也有存在 另外是淡水资源的危机 对于水 以前我们经常说 我们不觉得水是野 空气也不觉得是野 你说电视机就是野 你说家司就是野 其实不是 水不但只是野 是重要的东西 而且是很宝贵的东西 但是现在这个宝贵的东西 其实是出现了危机 我待会会说 我们的国家也是这样 其他地方也是 能源危机 大家可能都听了很多 我们现在 正是靠这个 化学能源 正是靠这个 所谓 多数量 就是不够的 所以要发展多些再生能 所以这是第三个生态 第四个就是全球性的问题 一个综合性的问题 不是一个问题 最大的问题 是地球变软 大家都很清楚 就是global warming 现在全世界的领袖 都要集中 比如最近巴黎开户 都是要解决这些问题 受养层的波浪 还有一个大家少接触的 就是所谓生物多样性的剧架 生物多样性就是 所谓biodiversity 某时候会讲几句英文 可能学校你们读书的时候 那些都是中英文的名字 未必知道中文的名字 生物多样性的剧减量很重要 因为生物多样性 越多样性 其实就是生物过去的 几十万 千万 发展开来的不同的种类 但是本来种类应该越来越多 但现在反过来 种类越来越少 所以我们的biodiversity 越来越少 对生态的平衡是不利的 所以现在我们要尽量去 减少这种变化 减少它 使得它不要减少得这么厉害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的挑战 总结来说 人类即是绵闻 那四大挑战就是这样的 因此会出现什么呢 出现有些人说 哇 那不怎么办 很悲观 这个世界还有希望 这个又不行 这个又四大 这个又是一样的 所以有很多人觉得 很悲观的看法 也有一种盲目乐观 觉得没有问题的 地球很大的 capacity很大的 污染一些 什么所谓呢 少一些 水有什么所谓呢 没什么的 人类几千人都是这样的 这个人是错的 其实两个都是错的 应该呢 就是采取一个可自造发展的态度 就是我们不是不发展 有些人说我们什么都不做 什么都不要发展 这个又是不对的 是天然的 但是我们不是盲目 没有规律的发展 破坏性的发展 而又是错的 就应该走一条 特别是1992年 在世界上正式流行的一个说法 就是可自造发展 可自造发展的历史 是很短的 我再说一说 基本上是70年来才开始 当时就是第一次会议 72年 全世界有一百个很出名的科学家 就是在斯特哥尔摩 就召开了人类的环境会议 就觉得我们这个环境太重要了 破坏太重要了 如果我们再不去保护 就很严峻 这个就是第一次世界成的一个会议 7年 直到后来 90年代就发展得更快 81年 就有一个世界自然保护联盟 87年 就是挪威的首相 布伦·特兰夫人 她当时是主席 有一百多个国家 就向挪威开了会议 这个会议是挖时代 导致92年更加重要的 就是环法会议 所谓环境发展会议 就是在巴西开 这次会议 就正式拿到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所谓可自造发展这个词 就是在世界提出的 当然我们中国也要积极参与 其实中国以前 没有什么参加这些活动 对于环保 我们就很少参与 或是时代那次 就是邓南 邓南女士 当时就做科委主席 她就是邓小平先生的女儿 她就带队去参加 1992年 巴西 这个国际的 幻发会议 就是当时提出所谓 21st agenda 21世纪的议程 就是那一年 是出来的 指导了全球的 可视度发展的方向 当时开完这个会议 就有几个概念产生出来 亦都达到全世界的一个构式性的 就是认为 环境问题 不是你的问题 亦都不是我的问题 是大家的问题 是整个地球的问题 是超越国界民族 宗教文化 甚至社会制度 你专业主义的地方就好 社会制度就好 大家都要一起解决 不能回避 第二就是 我们要改善人类的质量 是很对的 那么辛苦 就是想改善我们的生活 就是想我们活得更好 经济发达 但是经济发达 不能超过支持 发展生态的负荷能力 你的发展要 如果地球负荷得到 地球负荷不了 你就不可以这样发展 这个就是当时的新概念 还有一个新概念就是 我们发展什么都可以 但是一样 就是不危及后代 人满足其环境需要 的前提之下 你来发展 我发展很多时候 我不要连我儿子的孙 室那一代 因为环境人类的 quota都可以用 那就不行 如果你用了 你要恢复 这个又是一个 因此 由于 我们要做可持续发展 需要 招惠贫困 限制人口 政府立法 公共产党 大家有这样的 共识性的看法 因此具体原则 就有机会原则 很长的文件 但原则是这样的 就是说 我们不能够 用牺牲环境 而去换取一时的 这个 这个 经济发展 就是 原则经济发展 不是永远的 但是环境的保护是永远的 这个概念 第二个 就是不能够損害今天 就是不能够損害明天 以今天的发展 来損害明天的发展 不能够以今天的发展 去做明天的发展 以及 不能够以世界大多数人的贫困 作为代价 去换取少数人的富裕 这个社会的味道很强 但是觉得也是需要这样的 要不然就不公平 根本的改变就是 我们人和自然 人和人的关系 才要走sustainable 可以做发展的路 这个就是 我不详细说 基本上是这样的法则 由于这些法则 简单总结 几个话 所以我们要走一条 不是走一个高消费 高消耗高污染的路 而是走一个低消耗 又不是不发展 是低污染 又是适度消费 简单就是这样 所以我刚才说 大概说了 环境污染 或者说了 可持续发展的一些观念 和现在整个全世界 大家怎么看 这个可持续发展 它的意义在哪里 它是什么意思 我们为什么要重视它 这一部分 我们就说完了 接着我再说第二部分 就是说中国 都是我们的中心 我希望大家更多了解中国的情报 環保这个问题 在全世界那么重要 对我们中国一样不重要 其实现在我们中国 我会说 与女性更重要 我们以前中国 30年前我们很重视 发展经济 建许多些屋 建许多些厂 做多些产品 现在发觉这个不是最重要的 对于中国这五千年的国家 如果我们环境保护得不好 我做这么多屋 做这么多厂 做这么多车 反而是灾临 所以现在越来越觉得 这个问题很重 但是我们中国很困难 我们比其他国家更困难 因为我们中国 就是底子太弱 我们以前的文化程度又低 我们环保意识又很薄 还有我们 人家发展了百多二百年 我们先这30年 去发展别人百多二百年做的事情 把很多东西迫在一起做 所以问题特别严峻 这就造成中国的环境问题 是有它特别困难的地方 这就是原因 第一 我们人口太多 13亿 我们环境的容量又不足 capacity 我们资源相对典权 我们以前说 我们中国的地大物博 有些是对的 但是有些人未必是对的 我们有时候的东西 就不是真的那么多 我们人民的环境 意识比较薄弱 当现在有改进了 我们生态环境又脆弱 以及我们的技术有代提升 所以这些都是国情来的 中国的国情是这样的 所以我们去面对解决环保问题 就是有些不同的东西 对解决环境 还有一点就是 发达国家在过去百多二百年的工业化 出现的问题 在我们这三十年没有出现 所以我们要特别 重视也有特别困难 对解决环境 我只是说过 中国很重视 这个是最新的 我们 范太英也最清楚 这个十三五计划 是今年launch的 今年国家推出的 这个十三五计划 就在今年的 中国的总理报告 提出 其实整个十三五计划 那么大 它是用了十个字来形容 这十个字就是 创新协调 络色 开放和共享 你发觉是很独特的 820是说络色 这十个字 就包含了整个十三五计划 另外 协调的部分 创新的部分 甚至开放也有很多绿色的部分 所以现在 潮来兴讲 蓝色、黄色 我觉得我们这个十三五计划 就是绿色的 就是几绿色的 也证明了 中国现在和以前不同 很重视这个环境 而整个国家 五年的规划里面 竟然有820 就用了这两个字来代表 所以这个也是比较难得的 这个十三五计划里面 绿色的部分 我大概将它 浓缩 说明它几个事情要做 第一个就是坚持 发展中保护 但是一段时间 中国最重要是 发展是硬道理的 什么都说发展 现在都要发展 但是发展中要保护 你只是发展不行 麻烦你发展的时候 你也要保护 这些事情说出来 做不做得到 另外一个问题 但是他要知道要做 就可以监督他做 还有保护中的发展 又不是说你不发展 所以这个就是中国的庙的地方 中国那些 很多时候是 要保护中发展 发展中保护 第二点呢 就是要具体了 有大气水 土壤污染防止计划 加强生态保护 和修复 就是所谓 remediation bio remediation 和推进资源的折弱 加大环境综合治理的方向 第四 大家知道了 很严重就是 污霾的情况 在网友的管理 因为污霾的情况 是一个环保问题 但是 是整个中国的一个经济问题 或者是一个政治问题 因为其实 为什么会出现 北京怎么那么多污漫呢 就是周围的那些 就是能源的规划 用煤怎么用法 钢铁在哪里连 很多是因为经济的原因 甚至政治原因 所以是要 传门解决 也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最后就是要发展一些 环保的产物 这个就是 未来的五年 在环境保护这个部分 国家要做的 框架性的一些 其实中国 这么多年来 上一个五年计划 就是由10至14 其实是有进步的 不过呢 因为我们要求多 另外呢 实际上 国家大 问题指数很多 如果纯粹从生物的指标 或者环保指标 它是 例如有几个 蓝色 红色 绿色 COD排放 就是chemical oxygen demand 这个是 标志环境污染的程度 其实是有减少的 虽然很轻微 但不是增加的 但是 安淡 就是ammonium 和nitrogen的排放 也是减少的 起码不增加 氧化流 也没有增加 不过 这个 也不能令人满意 因为这个底数也是差 所以 还要再做 这个照片 很久以前拍了 很多年前 在泰湖 那些水 真的不行 这些是micro-algae的微组 一粒粒 为什么有这么多微组 因为它的负营氧化 污水有问题 另一方 更亏欠声 小孩子有水 很多年前拍的 这些不是micro-algae 而是macro 一粒粒 亦是负营氧化 那些组类 所以这些是要处理的 这个不用说了 这个就是很大的问题 大家看到 很多大城市都是这样 就是车太多了 那 如何解决呢 就是很严重 那 中国呢 其实 对于环境 政府 特别是这十多年 在过去二十多年 就是 最近以来 以前不说 也是当环境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基本共产 还有呢 就觉得是要将它 作为一个重大的战略 来发展 那么 中国很流行这些东西 我想 李先生就知道了 中国很流行 就是有一个大的事 很复杂 那么 他就用一些很简单的几个字 综合说出来 就是很内地式 但是它是有效的 因为很多东西要说 如果它不是搞得这么精简 你就不记得第一件事 第二 就是你不知道怎么做 它这么精练 它的确是有好处 它就说 中国是以预防为主 就是综合治理 综合治理 就是不只是做那个样东西 也就是两件事 而是整套 整套去做 全面推进 重点分别 全面推进 就是它们一样都要做 但这样做 其实是不可能的 你一定要抓一些重点 有些重点来 你待会看到 我会介绍到 它是有些重点的 抓住一些重点来做 環境保護的事業其實我自己覺得是三大基石 很多人跟你說,環境保護是怎樣的 環境保護是三套版庫 第一套版庫就是立法 立法之後,這樣不行,這樣不行 你做,我就抓你,抓你,告你 這是一個方法 第二,就是環境科技 又要買而好,又要買而不吃錯 我有破壞環境,但我用一些科技方法去mitigate 盡量減少一點 第三,就是宣傳教育 改變你的mindset 改變你的想法、做法 三件事,最有效是第一件 立法電影 最根本,最真是改變的就是第三件事 就是改變你的觀念,宣傳教育 中間不是最理想的 但是又有用的,你要通過它去改善 所以嚴格來說,這三大基石 其實一樣都要做 一樣都要做 不過第一個是最有效 第三個是最有效的 第二,第三個是最有效的 那中國 三十年來,為什麼要說三十年來呢 因為三十年前,中國就沒有環保 因為他不知道要環保 你跟他說環保 我肚子都沒吃飽,你跟我說乾淨,你都傻了 他就適合我 所以以前中國都沒有環保 最初是一個叫做三廢治理辦公室 即是三十年前 最近後來呢 七二年才開始 有少少這些事情,都80年了 即是80年代才真的成立一個環保 你看他呢,七二年還要三廢治理辦公室 七三年呢,整個國家就有一個環保辦公室 到了2008年就很快了 升格變成環保部 接著到1979年開始 其實一直都很重視很多法律 但這也是中國的特點 中國的環保就是這樣 中國的法律是很多的 而且很詳細 如果你研究一下中國的環保法律 就更詳細的香港 他們很細緻 但是執法就是差 即是沒有法律 我知道最後有改善 但是還是強差人 所以我們是用中國環保部門來交流 我自己的研究也跟這些有關 他們的法律寫得很齊全 他們的法律寫得很齊全 即是齊全我們香港的 但是執法就有很多的 但是有好處的 因為他有法律 他就不醫 他一醫上來就應該好 所以我們查一查他 他每一個水法、草原 都會製造得很齊全 這就是中國的特色 我詳細不說了 中國也很有趣 我們說國情就是 他很重視全國環保護業 他要那些人動 他就靠北京接待會的省師來動 定立一些事情 各個回去就各個去做 那麼國家這麼大 一個這樣的國家就是 是一個有效的方法 要不然這樣更加做不到 那麼在84年 中國就定立了一個叫做三同事 這個就是很有意思的 因為在西方國家就沒有三同事 西方國家就是先污染後治理 譬如大家也知道 以前倫敦污染也很厲害 美國的Pinsford 我之前聽見人說 Pinsford的教授 早上一件白色衣服 下午要換那件 已經黑了 即是幾十年前 所以當時他們是先污染後治理 但是中國這件事我們遲發展 所以我們有個好處就是 我們可以學一下 如何避免別人做過的事情 所以我們就走一個三同事 就是同事設計 和師公公司投產 這個是比較好一點的 我剛才講過了 九二年我們就正式被開設 參加這個環化會議 大家可以留意到 今年前國家環保局長 蟹振華才來香港 董先生請他們來 他就說了 今次在巴黎的會議 跟九二年現在完全不同 九二年我們是新孩子 他們開會 不知道人家在做什麼 聽話 今次巴黎會議 其實中國是反映最重要的角色 因為全世界那些說不定 美國又大國 歐洲 德國 最後中國是去滑船 從中解決很多問題 如果你有聽蟹振華的演講 就知道 其實中國做了很多事情 現在 中國在國際環境舞台上 演的角色 是不可動的 另外在九七年 00年 05年 就相繼做了很多法 這個對於將來 我們能夠改善環保 會有幫助 還有值得一提一下 就是中國 我只是說 中國很喜歡開大會 大會有幫助 我重點說一說 就是 觀念的轉變 在2006年之後 我們中國 就是 譬如 以前很重視經濟建設 現在從經濟建設 就轉變到 經濟建設和環保並重 並重 並重 已經有很大的進展 後來 從環保滞後 於經濟 就變為 環保和經濟要同步發展 以前 你跟他說環保的 浪費 我最重要發展 所以現在已經變化了 以前 如果他說環保 就只說行政命令 靠官來決定 行政命令 行政命令 好的就不給 如果有些 做得不對 或者收錢的 就給 很多這些事情 後來 現在就好很多 就是 用法律 用技術 以及 特別是用法律去做 所以 這裡也有 一些進步 這就是 剛才說完 中國 最近的23年 一些環保的參與 就是 我們要做 做法 然後 我剩下的時間 就講一下 其實 中國環保的事物 包括了這9個 我想時間的問題 我都不說 每件事 都很細節 主要就是 工業是一個很責任 就是通過怎樣 控制工業 去解決環保問題 第二就是講一下 重點地區 因為中國很大 大家知道中國多大 960萬平康公里 我們香港只有1000平康公里 你說 差幾多 所以 解決中國 不可以全部一起做 一定要 重點地區 先做 接著 就是 兩樣 中國雖然960萬平康公里 但基本上 由城市和農村組成 城市和農村又不同 所以城市的保護方法 要怎樣呢 農村怎樣呢 我簡直講一講 第五就是 生態保護和建設 中間的矛盾 不能解決 另一個就是 經濟政策和投入 第七就是 講講那個 所謂EIA 你們經常聽到 EIA 所謂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我們叫做 環境影響評估製造 這件事 在中國 是有自己一套發展的 第八就是 環境產業和科技 我只是講過 環境是靠三個基石 一個就是立法 一個就是宣傳 中間就是科技 最後就是環境 幾十年來 dari その中間 這一步就是 尾巴 公園污染 而公園污染 其實是中國最早的問題 也是最困擾 最頭痛的問題 即使現在的污漠 也是這樣子 但這麼多年來 是有些改變的 以前我們基本上 只不斷出現的問題 那裡看看怎麼搞定它 那麽搞不行 现在发展到要全过程和源头的控制 从一个浓度控制向总量控制的发展 和从一个简单的企业处理 发展到整体循环经济 如果你去内地参观 很多人带你去看工业 那些工业是什么呢 就是说它是一个循环 把污染性的东西和很多东西放在一起 可以中立治理 还可以循环作用 很多废物 其实不一定是废物 它可以循环 大家可以知道 一些煤炭 再做砖等等 那些就要做多些 所以这个策略就是这样的变化 具体做法 其实过去这么多年 特别过去这二十几三十年 其实淘汰了很多落后污染的工业 关闭了数以万家的水泥厂 鱼礁厂等等 另外就是循环经济 因为中国后期发展 和发展了很多工业园 所以循环经济其实是循环经济 其实是循环经济比较好的 你们以后要有机会去内地参观 可以选择去参观这些重环经济 给一些点做得不错 我们现在有很多企业 都是获得ISO 凝可证 还有中国建立了很多所谓生态工业园 你看到周氏报纸都可以说 其实就是这样的 工业园里面就是建立了这些重环经济 另外由于它是工业园 所以资源的循环作用能够发挥得好一点 这也是个特点 第二方面就是说重点污染 中国污染很严重 但是全国来说 当然全媒的焦点 譬如北京重视 经常说北京污染 其实最重要都不是一个问题 中国最重要的 几个重灾区污染 或者环境就是这些所谓三河 就是淮河、尿河、海河 这三条和三河 其中大家比较熟一点 就是滇池和云南 最近好一点 迟到云南的滇池是污染到你 没得解决 曾经有段时间有人说 是绝症来的 最近我不讲太细细 是得到进步 另外一些重点工程 南水北吊、三合等 另外还有两个控制区 很多时候空气污染 还有孙宇 就是因为我们二氧化流泰国 形成孙宇 还有城市 主要是北京市 沃海湾区 这几个区 是比较重点 要对待的地方 三河、三湖 好像很少 其实它不是 因为它是河太墙 它跨越十四个省 有三亿多人口 所以在这些地方 因为污染的时候 就做很多整治项目 数以千计的项目 来处理 其中一个方法 就是污水处理厂 我们现在很常见污水处理厂 但是二十多三十年的中国 是没有污水处理厂的 是零的 后来才逐个逐个开 现在我这个数字已经足够了 几百个人 现在不知几百个人 数以千计的 这些污水处理厂 其实也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将水 整净了 才放回河 或者放回河 所以 国家投资的污水处理厂 是相当可观的 数以千计的 我认为 这些教科书都不需要有效 就是污水处理厂 就是这样的 将污水排进去 这个沉淀 所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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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erobic 即是有样的 digestion 等等等 最后产生出来 这些污水处理厂 就很多 内地很多地方都有 有时候你坐飞机 看上去 哇 看到很多这些东西 这些是污水处理厂的 化气池和沉淀池 这个是化气池 这个是沉淀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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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建了很多这些 那么 两控区 就是我只是说 控制了 收集大学杀人 氧化楼 因为这个是 将氧化楼 融于雨水里 就产生酸雨 这些酸雨 就是腐蝕 很大 怪罪很多 现在国家 在这两个区 正在说的那两个区 就特别 通过禁止 用煤炉的方法 和其他方法 达到一些进步 北京市 大喜池和沉淀池 这个已经足够了 因为很简单 最初以为只是北京市 反而不是 是北京市以外的地方 影响的 最近 淘汰了很多车辆 数以十万 但是这个 我这个落后了 现在 五百万 好像不止五百万 你想想 北京市 一个城市 就是五百万辆车 香港 我们只有五六十万辆车 多过两个十倍 十倍 所以 北京其实很简单的空气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车太多 但是这个又很难做 因为 人的 以前都没有车 没有私家车 现在这五百万辆 大部分是私家车 生活改善了 就很 不想移行 很多人的私家车 就没什么用了 就停在那里 就升级六星的人 所以 所以 这些是一个社会问题 第三 就是 说一说 城市的 环境保护 那么 一个很 中国一个很大的变化 就是城市化 我们大家知道 中国的情况 就是以前 就是农村 说到大陆就是说农村 我们 我们广泛地 中国都是农民 中国大部分都是农民 但是现在是不同的 从49年 我们得一成是城市 现在是超过 其实这个已经 五十几百分比 可能已经 五十五百分比 甚至会更低 现在还不断在城市化 我们不去谈 大家有不同的理解 有些人觉得 是不是太快了 是不是要这么多城市化 这个城市化 对于国家的法治 促进得很快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去讨论这个 以后有机会 可以讨论 另外就是 由于城市化之后 中国的特点 我只是说过 很多工业 中国是很多工业园的 工业园的 好处呢 它就可以集中 譬如以前的工厂 那些水 如果工业的水 你一定会集中处理 所以这是一个进步的地方 就是集中一些技术 来处理工业 这个城市化 五零年是这么低的 现在去到 这个时候 是四十几五十百分比 将来有些 预计更加厉害 但现在 中国的城市里面 的污水处理率 这个数字比较落后 现在可能超过五十百分比 无害垃圾处理率 也是过半 当然 还是不理想的 这个就是要再向前 这些就是 较尽的 但是 要说 这些处理 就是中国 因为地方大 比香港来说好些 我们香港 很少做这些 因为没有人去做 甚至没有人去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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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港太贵了 也没有人肯做这些 所以循环是很难的 但是 这里就是 很多人收集 交信 的确是有生意的 这是一个宣传 将旧的电视机 整成一个 不知是哪个城市 宣传一些环保的意识 这是能源 内地的能源 都是环保 发展得比较好 因为它的条件好 这是我们中国 中国其实发展风能 有很大的潜力 譬如我们西北 中部 很多地方 是被港人欺 就可以发展这些 但是它的缺点 就是输送的问题 你发展就是 输送的很远 输送的过程中 也会有损失 所以要计算经济效益 但是 这也是一个方向 一定要这样做 这件事就好 大家都知道 很成功 不许我们成功 而是我们带动全世界 现在全世界看 很多这些太阳能板 都是我们中国做的 如果你看看德国 加加户都有 太阳能发电之后 它还可以卖给电灯公司 所以是很好的 加加户都有 这些是全中国制造的 多到我们现在 是有些 不行的 很多人 是要排阶 我们不要买 买得我们来太多 但是这些太阳能板 是一个 很大的 前景 做的来说 城市里面 我们也是有所改善的 污水村率 现在是 有些城市达到七成 无害率 达到八成 还有陆化 陆化这种东西 在大陆内地做得比较好 如果你们有机会去内地 看看 即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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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道陆化 屋 都是做得比较好 由于 环境而产生的 dispute 的 争端也有很多 和这里一定有那么多 不是说内地就没有 这位大姐就是 反对垃圾棺花路 即是 他赞成垃圾棺花路 他说 不要去我家附近 都一样是这样的 即是 从外国没有分别 就是这样的 但是呢 我只是说内地的 陆化做得比较好 例如 一些天台 一些住宅的天台 这种陆化 是 做得多 当然 要小心啊 不要像最近 出事 这些是新的大厦 很多 做得很好 第四 就是农村 因为农村很重要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农村可不可以维持生态平衡 农村保护得好不好 整个国家有关系 农村保护主要有几个问题 就是 三国洲 有珠江三国洲 墙江三国洲 这些 淘海湾 这些地方最重要 另外就是农村的饮用水 最近 中国有很多精神 就是保证农村有一个干净的水 可以进入 以及要注意农业 农药的残留 化地的残留 等等等等 就是农村注意的东西 和城市不同 就是要注意这些问题 以及建立一些农业生态区 发展有机耕种等等 还有一个值得说就是沼气 沼气本来有毒 和有害 都是废物 农村要将沼气 就是 用 这些东西在中国做得多少 可能以前我们出现 不知道 中国现在很多 千多万 六十亿 六十五亿 六方米的沼气 是被应用的 所以这方面就是 中国在不同的地方 第五就是生态保护 我正如说 我们全球有四大环境 第一 就是生态的破坏 这个中国是知道的 我们尽量的保护 曾经在这个时期 在六十年代就不行了 中国当时没有这个知识 所以就围海造田 将森林斩出来 种树 不是种树 种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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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很多违反这个自然的东西 现在都知道 现在全部都改变了 你们去看这些森林的地方 一些所谓退坑坑 本来这些坑地 就不再坑了 就种树 等它变回森林 退木坑 退木坑林 不是了 有些地方是森林 令它将森林斩掉 然后养树生 现在就退坑 这些做了很多 恢复森林的面积 国家有个红线图 森林一定不能够少 过18-19 所以有个硬性的规定 这里退坑坑林 这些工程都做了很多 草原保护 在我身上的地方 包括区域养 空沙治理 退木坑林 这些也是重视的领域 土地要保护 水土保育 所以我只是說過這幾年重視之後是有好轉的 另外一些防沙 因為中國在西北的地方 譬如有一個地方叫玉林 以前的沙很厲害 你有沒有留意到以前我們經常聽見 北京有很多空沙的那些 一年很多次 現在少了 少聽 為何會少了 就是對於這些防沙的工作是重視了很多 另外海洋環境保護也很重要 海洋環境保護也很重要 海洋環境也是一樣 現在知道要保護 以前不知道 我想我們這些年輕朋友不知道 我記得我小時候 李章章就明白 我們那時候最早在香港倒垃圾 就是把船運到海裡倒去 現在說出來沒有人相信 以前是這樣的 所以我們不注重海洋保護 內地也是這樣的 現在開始存在 所以海洋保護 絕對不准這樣 現在要破壞三戶都不行 不要說倒垃圾 現在我們要撿垃圾 然後倒垃圾 另外一個好特色 就是我們經常聽說 自然保護區 什麼意思呢 我們香港就有一個米泡自然保護區 就是1200個 但是國家就很多 中國有幾千個自然保護區 你去黃山 你去旅遊點 張家界 他都是自然保護區 他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 將大自然的圍想來保護 你要建屋 你去申請 你要做什麼都不行 那就是保護他的自然 的確這是一個很有效的方法 你的保護區 你要發展旅遊 你發展其他東西都行 但是你自然保護區成立之後 就有效地去保護 現在國家有幾千個 二千三十四十九個自然保護區 包括各種 大家熟悉的 黃山 這些熟悉的 但是很多是不熟悉的 不熟悉的 都是保護區 這是一個方法 另外一個濕地 濕地 不是濕的意思 而是濕地 濕地 就是綠米 水的就是濕地 我們湖 湖 河流 紅樹林 就是海的濕地 這些都是保護區域 簡單說 環境經濟政策還是投入 過去的中國 從完全不重視環保 到現在相對重視 或者比較重視 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演變 現在 一四年最新的數字 一般對環保的投入 那一年是有數以千億的投入 對於 那些垃圾和污水的整治 這些數字都很多 那 那 我不細思說了 那這個一個數字是前顯的 一四 你可以看到 一零年 一一年 一二一一三一一四 你看到它對於環保公共的支出 佔了一半公共的支出 都是增加 都是增加 都是重視的 國務院的一個數字 二億元做單位 三千多億 那 除此之外 國家亦都在政策上 希望做一些 稅收上的政策 可以建立再生能源 還有 國家有些時候都會補貼 如果你使用 可再生能源 國家會補貼 亦都調低一些 鋼鐵 鋼鐵 核金 這些 進修退稅 還有徵收污染稅 這個現在就很輕 現在社會上很大壓力 我覺得 解決汽車問題 就沒事了 你就加稅了 那 現在 我也覺得有機會 可能這也是個好方法 新加坡也是這樣說 總總來說 從政策上 亦都在想辦法 對付 第七點 就是這個環境評價制度 對中國 當然我們還做得不理想 有時候的報紙都會發生事故 是真的 總的來說 如果我們沒有這個制度 就更加不堪設上 因為以前沒有這個制度 就長官認知 你說要蓋就蓋 蓋就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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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就不行了 現在是一個比較完善的EIA制度 和三同事 這其實是 近十幾年前 十年才開始重視 其實有了這個方案之後 是避免了很多破壞生態的大項 而且 有些人統計過 由於有這個三同事的環境 其實是 很多違法項目的數以 不知多少項目 是招聘了 都是有的 第八點 就是 我剛才講過 我不詳細講過 因為你講過很多話 就是 用環保 科技 和產業的變化 來改善 用技術來改善 其實很多 包括水 秘密處理 機動化的淨化 魔爐的脫流 循環作用等等 都是 除了法律 除了體制 以外 其實在科技上 都千方百計 想一些辦法 去改善 隨便舉例 好像這個 再看看這個 就很不同 這個是 墳化爐 剩下那個 就很難看 現在 慢慢的 這個 你再看看這個 好像博文館 垃圾噴化爐 就是 垃圾噴化爐 其實垃圾噴化爐 很多人都很害怕 其實不用害怕 因為現在 技術已經很進步 那些二惡英 基本上是可以解決的 如果你不用這個方法 你沒有其他方法 你堆填 堆了多少 填一個 所以最後 都要用這個方法 所以現在 很多都是 建得越漂亮 越吸引力 讓人們 更害怕 這也是一個 唯一的方法 這個就是一個 中國 我想我們很多人去外地 參觀方法 很多時候見到這些 很多新的城市規劃 很漂亮的 當然 我從另一個角度 擔心 會不會太多 去哪裏 都說有一個規劃區 每個都很注重環保 很注重陸化 事實上 是 進步很多 最後一點 就是我想說 以前中國很少這些 亦都不習慣 環境聽證會 有什麼宣傳會 都很忌忌 現在慢慢都進步了 現在很多這些 聽證會 宣傳教育 環保組織 都多了 雖然也不是很多 都是多了 每年的6月5日 世界地球日 很多綠色社區活動 都很多學校參加 總而言 都是不斷在改善 我覺得 這件事其實很重要 我們國家最後 環保能不能真正變化 真正什麼進步呢 就看看我們人民的 mindset 是不是真的改善到 如果改善到 我們就有希望 所以我覺得 這個是一個 不是即時有效 但是最長期 是很關鍵的一個 這個作用 是使得我們國家 人能不能夠 有一個環保 這些 學生的組織 這些現在很多 總而言 我們就希望 國立一個新的價值觀 人動自然動惡系 我們的發展策略 一定要可以做發展 不可以危害後代 我們的技術 一定要綠色的技術 我們慢慢慢慢 建立一個生態文化 這幾個方便 能夠慢慢做到 我們就有希望 有這個 所以有些 將來就是 我自在發展這個 最後 很簡單的 知你之行始於觸行 環境保護就是由你 由我做起 這個message 希望我們國家的人民 能夠這樣做 我想 也有希望 當然 這是一個 好 不太容易達到的目的 如果我們不能夠做好 我們經濟發展幾好 都沒有用 可以這樣做 我想 我講到這裡 謝謝你 真審 知道